赵明福这个事件 武统还有国阵的一些媒体 他们在报章上面说 赵明福的去世 华人不好挑战马来人的团体 他们说反抗委员会是马来人的团体 你们华人不要挑战 你看这个就是武统国阵 他们企图要分裂我们所有种族的关系 但是在今天大家可以看得到 坐在前面的有回教党 有公正党的朋友 华人马来人印度人 我们都很团结 有问题不团结的是国阵自己本身 但是我必须要让他们知道 人民就是因为团结起来 所以才会有308 的海啸 人民相信一定会继续的团结 确保在这个第13届大选 让国阵倒台 只有国阵倒台 人民的生活 人民的治安 才会有改善 各位 如果刚才你们前面有听到 邓章青讲的 之前 拿去把没有上台 就死了一个外国的女孩子 拿去上了台过后 我们的赵明福同志就离起最楼 这种现象非常不健康 对国家本身的整个形象 其实这个事件 全世界都在看 全世界都想知道真相 所以我希望今天出席的每一位 把今天在这边得到的讯息 回去传达给你们的朋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 明福 他已经离去了 还剩下他的 他的未婚区 还有他的 还没有出世的孩子 在这边呢 我们也有帮他做一个筹款 只是说今天晚上 我们没有做筹款运动 等下你们可以 如果你们有兴趣 要捐助这个赵明福的 未婚区的话 还有他这个赵明福基金 你们可以向我们 逃取他们的这个 这个银行户口 还有更重要的 我们经常都说 我们要一个干净 要一个清洁的政府 如果今天明年 今天行动党 公正党 回教党 任何的一个议员 他们如果是真的贪污的话 如果是真的做了很多 三天害理的 害理的事的话 请反弹无极 请警方调查他们 我们随时愿意 给他们调查 那是因为 我很肯定 明年的每一个议员 都绝对是干净的 唯一不干净的就是 国政 他们在用 很多不同的手段 来破坏民连政府的名义 我就拿一拿这个槟城 最近发生在槟城 这个豆蔻村事件 豆蔻村事件 哇 马华 马华 民政 国大党 就站起来说 林冠英 他应该要插手 林冠英 他应该要协助村民 但是 问题是什么 这个豆蔻村这块地 是前朝政府批准 前朝政府是谁 国政 国政的前朝政府 批那块地给谁 他不可能批那块地 给行动党的contractor的吗 不可能 那块地是批给这个 巫统的发展商 那现在人民要算账 为什么要来找行动党算账 各位 还有 在这个事件方面 兵州首席部长 也在第一时间 相信这个事情 很快就会进入尾声 我们都有一直在工作 相反的 然后今天我在这边 我有看到很多族区的朋友 也过来 支持这个民服的嘴时会 相反的 族区 有没有一个 我不要说 我不要说全国了 有没有一个圣美兰州的马华领袖 站出来 在卫州区的村民 讲一句公道话 没有 我到今天 一句都没有听过 反而今天我在报章 还看到一个 什么人报啊 人报马金区团的团长 我不懂他是谁 他还先林冠英 96小时之内 要解决 斗扣村的事情 在这边 我要回应他 要摇在天 在24小时之内 到我们的族区 见我们的村民 向我们的族区的村民解释 到底他在整个事件 为了租区的村民 做过那些什么 各位 今天 讲到是 很给吗 因为 走了一个同志 伤心是肯定有的 但是 除了伤心 全国的人民 都 非常愤怒 当然 那种要走上街头的 就由 我们去做 在座的每一位 你们本身 就有那种power 你们本身 就有那种力量 去决定 让什么人 去决定 让什么政党 做政府 所以 在这边 我要谢谢 今天出席追思会的 每一位朋友 希望你们 看清清楚楚 到底 我们 现在的政府 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如果 觉得现在的政府 真的 无药可救了 下一届大选 给一个机会我们 给一个机会明年 让我们 给你们 带来 更大的改变 谢谢大家